那個剛剛王委員有提到你這有涉及官商勾結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你要說個話吧 是謝謝委員 我想就是說今天交通委員會來談這個問題 我們也非常感謝了 事實上我們可以講就是說 國道客運這一塊 當然過去是非常重要的長途客運運輸了 但是後來高鐵通車以後 當然整個市場有很大的演變 那麼最近我們交通部也在大力推公共運輸了 所以我們就重新注意到 就是國道客運這一塊 事實上它將來扮演的角色 這個需要進一步加強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大概也注意到 像剛剛這個王委員提的 就是有關這方面的問題 這個就是說在我們過去發造的原則 跟現在食物上市場的特性上 中間是有一些落差 那像這種落差要處理 我們基本上就是說交通部也注意到 也折承公路局 要針對整個這一個國道客運的管理 要有一個通盤檢討了 當然國道客運首先必須要 一定要管理了 這樣才能夠保障消費者權益 最後一句話 我們當然整個的一個著眼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消費者權益兼顧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把柄做大 剛剛也謝謝王委員提出來 像國道3號就沒有路線 事實上我們現在靠那一邊 靠三邊的這一線 鐵路也服務不到等等 是應該要有這個服務 所以這個把柄做大的機會是有的 所以我們會通盤來檢討 明明我們陸陸進去會推出 這個當然我們第一 就是消費者的權益 這個一定要保障 第二個營運者的公平性也要 了解了解了解 另外就是說你整個道路的興建 還有就是說每個聚落增減的不一樣 每個縣市有些地方新興城市起來 有些這個老舊城市這個沒落等等 所以你過去這個行徑的路段 其實你都要重新考量 我建議你們 每隔三年就要調查一次 每隔五年就要全部做一個調整 我覺得這個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這個聚落 這個移轉的部分 譬如說除了高鐵以外 現在有很多城市 譬如說有捷運經過的地方 或者是未來有這個潛力發展性的地方 人口聚集的速度很快 那原先的都會 原來都會很可能因為 他的交通不變 或者是老舊關係 沒辦法局限發展 所以反而是變成一個沒落 所以這些地方 我希望你們有一套制度 委員給我10秒鐘 我補充一下 就完全順著委員剛剛這個邏輯了 我們現在也注意到 比如說以台中為例好了 最近我們有一個4號生活圈馬上要通車 這個將來會變成74號 會可以跟國道4號跟國道6號連起來 像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將來 但是台中在靠東邊這一塊沒有轉運中心 所以我們最近也提起台中市政府 那邊要設轉運中心 將來我們把國道3號長途科運通了以後 將來那個地方會變得很重要一點 這完全是 那你將來這個核准的東西 你應該盡量公平性要 是是是 好不好 是是是了解 因為這整個時事變遷了 了解了解了解 經營者他有心要做這個 提供這個公共運輸的服務 都應該盡可能考量到他們的需求 當然以這個消費者為這個權利 這是最高最高原則 這個一定要的 是是是 那因為呢 我就提到這個剛剛講的 這整個城市變遷的這個可能性 是 所以我是建議你應該 譬如說長途的 剛剛我們大部分都講長途 如果是短程的這個部分 你也應該呢 一段時間就要做一個檢討 尤其是新興城市之間的一個聯繫 譬如說像我們桃園就很難有路線 可以譬如說現在板橋是一個 發展很快速的一個城市 或者是有捷運中站的地方 將來的這個潛力很大 可是我們通常都是要繞很大的一個圈圈 譬如說你固定行駛的一定要走台北的路線 中山高然後你才可以 那有些有些可以新興道路的行駛權 這個部分啊你都應該啊 這個一旦有大的這個啊 跨縣市的這個道路完成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求跨縣市的政府要坐下來開始討論 那麼城市與城市間你讓大家在那邊繞路永遠都繞同樣的路 難免永遠都在某一個路段變成瓶頸 變成一個沒辦法暢通的一個 謝謝委員提示了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第一點我們今年 這個年底我們會把各縣市的交通首長找來 一起開個會針對明年的公共運輸來做討論 那委員提示的像特別是北部這幾個區域 從基隆、雙北跟桃園 我們會把它看成一個都會區 跨縣市界的這些服務等等 我們大概也會變成我們將來一個重點 我說一句實話啦 我當立委當三屆了 我大概是發揮最大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我這一屆裡面啊 全力的捷運載通車 然後快速路能夠完成 這在我北桃園 就是說這個北台灣啊 桃園以北的這個區塊裡面 那真的是速度相當快 我說實在我要給你們相當大的肯定 你們也確實很用心 我們會再接再厲 也有這樣的一個氣魄 但因為過去呢 總是區域性 台北市永遠是台北市自己在那邊方便 都沒有考量到 有多少的人是在台北市工作 是來自於我們桃園 來自於新北市的人 好 你現在新北市又有自己的捷運 又在自己的區塊裡面 你方便了 可是我們這些也在新北市上班上學 走到台北火車站 然後再去分散 我們的人永遠都要怎麼樣 都要走你們的舊路 永遠都去跟你們在那邊塞車 你為什麼不給他怎麼樣 全部都分散開來 這個 你建的這些道路都是硬體 但是你這種 這個轉換銜接 是一個軟體的一個思維 就像你有血管 但是你要給他流通啊 你不能說永遠都是要走主貫線的捷管 才能夠到別的地方 這個不對 那個這樣的速度太慢 而且這個有一點說實在話太浪費了好不好 我想我們 基本上路往是一回事 在路往上跑的公共運輸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我們這個事會變成我們下個年度的一個重點 跨都會區的 一定要盡快來做 而且你差不多可以預計 譬如說我們的捷運完成以後 你現在基隆跟台北也有捷運嘛 對不對 你現在新竹跟苗栗也有鐵路邊捷運嘛 你這個區塊將來 我們的整個銜接之後 你這個整個路往公路跟這個捷運系統的銜接 因為你每一個戰區將來的新興城市 你大概都可以預估它的速度發展 所以及早做好 這個全面溝通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有怎麼樣 有很多公共運輸的人 就有很多路線來走 就不會永遠都在搶同一條路線 在那邊引起紛爭 好不好 是 那另外呢 這個是比較大的範圍是說跨縣市 還有就是區域性的 在一個縣市裡面 你應該把這些局長找過來 是 告訴他們 你們既然有大的 這個主軸的捷運系統 或大的快速路在裡面 那你這個縣區裡面 就一定會產生一個戰區的人口聚集點 人口聚集點 有些呢 距離這個 這個 他工作環境的這個區塊 或者市區 這個生活機能集中的地方 可能有相當的 這個距離 你 你勢必要讓他們怎麼樣 有銜接的這個路段 這樣子的話 你整個公共大的這個 這個主幹線的 這個捷運也好 大的快速路也好 才能發揮大的功能 像這種 你都要告訴他們 不要你們 我們中央做我們的 我們有我們的成績 地方呢 完全無視於你這個功能 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太浪費了 是 委員的見解非常的專業 事實上這個委員剛剛提示的這幾點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籌備年底的 這個首長會議的這個重點 好不好 謝謝 非常謝謝委員 再次強調 你跟地方首長的會議 你應該每一年都要檢討一次 是是是 然後你這個去跨縣市的話 你至少兩年你就要有檢討 是是是 三年你就要開始怎麼樣 路線做一個 完全同意 這個很簡單啊 台灣就這樣三 這個這個面積這麼小 幾個城市會怎麼樣發展 人口的增長 這個都可以預估的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完全同意 路是建好了 可是人永遠在原來的那個路線上在那邊 這個浪費時間啊 另外就是你們的這個 嗯 監禮人員的 這個危險的這個部分 我現在 因為我想 他們每天還是繼續在工作 那麼 我們上一次 提到之後呢 不曉得你現在有做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要求要有 這個意外險啊 這個危險加急啊 還有就是這個超時的 這個加急等等的 是 非常謝謝委員 關心我們同仁啊 我想就報告兩點 第一點針對監禮人員這一部分啊 我們我們這個交通部人事處啊 也已經是跟這個人事行政局啊 在研究 監禮人員這一塊 研究要研究多久啊 不不不 已經在已經在行動了啦 我們就發現就是說 我們監禮人員在執勤的時候 大概都是跟警察單位在一起啦 所以呢 就是警政署那邊有一套辦法 只要跟警察單位在一起執勤的話 就可以啊 用借用他們的方式來進行保險 所以這一這一條 我們現在 現在整個的 什麼時候可以啟動 因為我覺得他們每天還是在 現在我們大概要請警政署一起來 配合我們來做 這一塊在進行中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另外公路局還有一塊啦 是我們工程人員 搶災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們現在交通部內部啊 也已經找到法院依據 我們可以給我們工程人員 不管是在訊息之內或是訊息之外 我們都可以讓他們 工程人員來做保險 所以我想這兩塊對我們公路局 還有高速公路上那個旁邊那個 那個草坪那個養護人員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經常就站一個小的路線 你知道有時候那個酒駕或什麼 那反光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那很容易就鑽進去的 我們一起來注意 另外就是你要特別注意他們的安全 因為那個在快速路的時候 謝謝委員 我有的時候到中南部去看 他們那個在用那個除草機在除草的時候 我都很擔心 因為有些那個坡很陡 怕他們不小心翻倒了 翻倒馬上就會滾到那個 那個高速公路上面這很危險 謝謝委員關心 我們來注意這個問題 通常那個分隔島不是在邊邊 就是在正中間的位置 要特別請他們要注意一下 那個安全性 那另外就是開學已經 9月1號開學 我們對那個娃娃車的安全 聽說157件裡面 157輛裡面有27件是違規的 那麼除了超載是問題以外 就是很多業者把那個椅子重新改裝 改裝車 還有經常會發生這個車禍的 就是車子故障 通常也是自己去改裝 這個對於這個車輛自行改裝 這個危險性 這個安全性 你們有沒有一套管理辦法 這是局長來說明 是 那個跟委員報告 目前這一塊我們都在加強稽查 那如果有違規一定要求改正 尤其是兒童的部分 最安全 那他們有沒有後座 有沒有這個安全帶 那個設備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一直都在評估 因為小孩子 對於如果一慌張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知道要把那個安全帶拿開 這個怎麼樣保障他的安全是很重要 那我們在整個內裝的規格上面 那安全帶也是一部分 我們還持續在討論當中 這個確實很重要 是不是思考一下後面的安全帶 前面的司機可以 或者那個娃娃車的老師 可以幫忙他們控制 如果緊急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納入議員來討論 好不好 這個我們也曾經思考過了 好不好 希望是沒這些危險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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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委員該主任的部長 已經